哈喽 大家好 我是十三 一个爱雅花的人 今年已经正月初八了 明天我们也要开工了 今天给大家来看一颗月季吧 这款月季子无泡泡 这个是我养了很多年的一颗 几颗啊 不止一颗 因为之前为什么喜欢这个品种呢 它就是华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不仅花多 这个花也不小 这个花也有点香味淡淡的 甘菊向人看一下 它一个头会顶这么多花包 这还不是它最多的时候 最多的时候我顶过四十个花包 就是说它那种抢耸 因为这个耸我觉得还不够粗壮 因为你看也才零点几公分 如果从那底部顶起来这种 一公分左右粗的抢耸 起来会有四十个花包 但是这几颗呢 其实在这种棚里 七加龙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我捡的它很 像以前这个庄的话 这个就开过四十多 这个想看一下 太粗了 因为也没办法再换棚呢 七加龙的棚已经够大了 这个是它刚扁起来 然后这种花包花瓣 花包差不多六七公分吧 边上有点褶皱 有点褶皱 这里一共我是种了三棵 四棵五棵好像 五棵 这个品种我是推荐的啊 这种有点这种霉红色 也不是粉色 因为可能视频里有差距 粉色 然后直立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款花的直立性有多强 它顶这么多花包起来 它强松顶起来的 它不会垂头 我讲过 四十多它都不会掉垂头 说实话 我们到时候 你养好的话 捡一只 就是一束花 这个也算是一个切花瓶种吧 非常多头啊 这个瓶种 大家我们再来看一下 它这个 从天 这边也有 这个 也是 然后这边它的墙松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墙松 非常强 这里是一棵墙松 然后 这边又一棵 然后那里又一棵 这三棵墙松起来 这个花 想到了不得 那棵的墙松 这个季节啊 在我们这边 好像 我也没怎么管 这个墙松就 沉沉沉的冒 毕竟是立冲了嘛 温度 是有点低 今年 正月温度有点低 但是 这个节气到了 节气到了 好像这些花呢 长得是 绿油油的 我养花也是 说实话 之前是 养的比较细 后来变成佛系 养月季了 然后去搞价街了 所以说 有些这种大花 其实 没怎么细管理 没怎么细管理 也长得安心 花开的也比较多 这款的话 大家可以去养一下 就是说 并且这款我觉得它 生病好像也不怎么生病 反正我养了很多年 这棵是 这几棵肉 最早养月季的时候 养的就是 当时看到它这个 包包多 所以说 一下子就买了好几棵 越养越大 越养越大 现在七家龙 也不知道怎么搞完 好了 今天视频我们就拍到这边 给大家推荐了一款 这个植物泡泡的评论 喜欢的朋友们 可以去入手养一下